其實整個我們的廣東菜林 跟我們的歷史和地理環境很有關係 第一,我們整個廣東其實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很多朋友、很多族群是從北方移民下來的 帶了傳統的北方食物 開始移入我們的廣東一地 因為廣東是一個對外的通商口岸 當時整個中國是閉關的 不允許外商的貿易 但是當時外商希望跟中國貿易 乾隆皇帝就准許所謂的獨口通商 即是只有一個關口跟外商人進行貿易 而當時最大宗的貿易叫廣州十三行 十三間的西洋行和中國的買版在這裏繁榮 在這裏也帶了很多西方美食傳來在我們中國 為何這些朋友說食在廣東 最主要因為廣東的多元化食物 既有中國的傳統食物 同一時間也有西方食物一齊融合 加上也結合了本土的一個很明顯的特色 形成了我們廣東的飲食文化的特別地方 潮州製唐 我們叫唐 唐記貿易 其實是很特別的 潮州裏面 潮、山和敏南 是很有關 互相影響 當時敏屬於福建的族群移居了 潮山之後 就是將我們在福建製唐貿易 可以帶進來 大家知道 漿州的唐很出名 以及台灣的唐也很出名 於是來講 將漿州、台灣的製唐技術 帶了進去我們的潮山大 所以大家也看到 為何會在製治時 潮州的朋友很喜歡用唐 叫唐塔 唐塔 是製治的索 亦跟敏南的一脈相成有關係 大家都知道 客家菜裏面 我們的梅菜溝肉 我們的鯪魚 還有我們的鹽焗雞 都很出名 我們看到這特別是甚麼 其實跟我們客家的移民社會很有關 根據我們的客家研究的學者 萊享林先生 提及客家的族群 自先秦至近代 經歷了五次的移民 其中是很多移居香港 廣東人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客家的族群移民到香港 移民到廣東的時候 便會隨他們方便 所以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那等到哪裏吃到哪裏 順德裏面有很多魚塘 很多鏡水牛 為什麼呢 因為順德的草 是比其他地方很鮮美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方 為何能夠養到水牛 經常兵彭 Halton 水牛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那個地方的草 特別是容易飼養水牛 在順德裏面有不少的魚塘魚 這也是我們順德的名菜 除了它之外 順德裏面有一個非常之著名的 叫雙皮奶 這個雙皮奶很特別 不單止有中國傳統的文化特色 也有西方的影響 順德的雙皮奶 當時不少外國的商人 也開始進入了順德這個地方進行貿易 所以帶了西方的食物 烹調方法也傳入了順德裏面